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幾個小時前已經發放了NATCHAN馬膽 如果大家未看可以回到我的頻道 明天兩隻NATCHAN馬膽 到一隻大熱門 另一隻就未必大熱 大家可以看看 NATCHAN馬膽已經闊別了很久 近段時間忙了 或是沒有冷腳 今次真真實實有些冷腳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冷腳真的要討論一下 大家需要留意 大家買些連贏位置 三四二重彩 大家拖一拖 絕對不叫你躺身 首先大家要先留意 如果NATCHAN冷腳有一隻可以入圍 我也覺得很開心 好 NATCHAN冷腳一向就賣少廣告 我們先去第一個場次 第二場 NATCHAN冷腳 我選7號E倍 這隻真的冷得震 現在隔夜 現在三十幾倍 好像說出有什麼問題呢 這些馬問題就在於 初出就爆千四 近兩課集都試一不頑 一課楊明倫 一課潘頓 一課潘頓 今場是何宅耀炮 好像氣騎 何宅耀和大衛希斯 也不算太多合作 也有 我不查數據 但上季包裝太保贏 何宅耀和大衛希斯 沒有記錯 不是說完全不會益到他 假設大家知道 潘頓和何宅耀 大家如果用一些幻想的東西出來 就是幻想的 他們朋友打 一隻什麼飛 跑得好 什麼飛 何宅耀去馬 行不行 我不知道 這樣想想 但先不要說這些陰謀論 先說一下E倍 近兩課來集 我覺得試得不頑 儘管看看近兩課來集 這課就剛剛好 一分十秒二五 同一來說 這課集的時間算快 1分11秒2 1分10秒96 這課是1分10秒25 他是跑1分10秒59 換言之 如果他是跑第一個 泥地遷秦二 或者第二個泥地遷秦二 他都已經是贏了那課集的 這輩子不是1分10秒59 而是1分10秒54 好 十檔 看看 十檔 十檔 我們最重要先看看出閘 十檔 十檔 出閘順利 非常順利出閘 我們轉入職場看看 混在馬嵐 很乖 沒什麼 即是每片是片去 左令右令 轉入職場 轉入職場 聊聊 帶出來 開始慢慢 慢慢推著 上 你說是不是很大力 推很大力 鞭策 都這兩步大力 試到有 接著都不算 這幾步都有用力推 灑開大步 有用力推 灑開大步 這裡推 接著收 好 好 終點 如勢當然厲害 如勢厲害 如勢厲害是一回事 但是 他開了一些步 給下去 隻馬交到給你 有加速 交到給你 現在走下去 如勢也是不錯的 如勢好 正常 因為最後幾步 只有他一隻 這樣 兩下下去 但是 走勢一點都不差 好 接著 11月9日之後 11月26日 E4 第一課 1分09秒800 E4 1分10秒400 他自己跑了1分10秒59 都是那些時間 剛才1分10秒54 E4是潘頓氏六檔 看看 出閘 依然是非常順利 沒有什麼左側 沒有什麼左側之後 我們又進去中間 這裡 好 又是跟著馬嵐走 跟著轉馬嵐走 潘頓 沒有上次楊明倫 這樣推一下 推得這麼厲害 很輕鬆 上次楊明倫 推了幾下 E4 潘頓都沒有推 這樣湧一湧 沒有大力推騎 當然如勢沒有上次 因為上次過終點 還多兩步 但是沒有什麼推騎之下 馬嵐走上去 完全沒有推 我覺得近兩貨集都試得不錯 剛才也說了 如勢繼續去 剛才也說了 我們想想想 如果大家想想陰謀 會不會潘頓什麼票 說真的跑得好 上場不是很厲害 正正常上 這場大熱門現在暫時 這輩子就難滿了 當然要挑剔到初出跑1400多 何閘搖 第一場大家看看直到中外套 合不合衝 合不合衝的話 這隻腳拖拖 絕對不為過 反正冷 看看血統 血統我也是信馬匯 我不詳細讀這些 總之馬匯說 1400至1800路程 初出跑1400 希望夠氣量 說真的這場馬 有能力的馬不是太多 如果以我計算 我自己放這隻馬是第四選 但是放第四選 我通常都不放冷卻 但是第四選 他這麼冷 那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可能三重採配腳 四重採配腳 讓大家參考一下 一杯 好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 第七場 第七場 有些取巧 都不算冷卻 應該會是第三熱門 我想是勁駁 我想野田賢軍會比他熱 金槍60不用說 勁駁是一隻鬥心很強的 上次大家看到 但是上次的人很驚訝 鬥心我很好驚訝 對於我這些勁駁的忠實粉絲 上季大家知道 如果跟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勁駁是粉絲 我外區 上季初出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看六檔勁駁 大家好像忘記了 勁駁就是一隻這麼忠心 這麼肯搖 上季初出 這隻勁駁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還沒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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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隻八五米才真正望空衝 這樣就衝贏了 只有一隻八五米 最後一隻八五米就贏了馬 這隻馬是很肯捋 很肯追的 上次當然是驚人 夾了下去 不斷用 然後又無法用上 再看看這隻馬的賽跡 其實田草千六可能是最強最強的一個路程 對於這隻馬來講 上季經典一里賽 23倍贏馬 當然蔡漢都吃到飽了 這場碗水準是不是很高呢 不算太高 標之未來 還不是今季的標之未來 行運快青飛輪閃耀 說真的不一定很強的馬 但達心星那些都是在後面回來的 勁駁全程都蝕毀 但是在快步速賺了快步速 但是腳程是蝕了回來 贏馬 千龍是一個對他來說 非常非常合適的路程 現在跑香港一里錦標 以他忠心的程度 薛恩也跑得好的話 經過上場之後 狀態是完全是再冒起的 急升 那拖一拖腳 就必然了 說真的 這場碗 我先分享其他事情 我看到很多言論 現在說 金春六十二檔很害怕 會不會堵死 會不會漏得太后 萬步出落太后 說真的 如果我是何策耀 李建威的話 我這場碗是跟三四位 如果真的萬步衝 我跟三四位 我不用拖七八九 七八九十十一位 我跟三四位 轉彎 立刻押出去衝 跟三四位 可能是貼欄三四位 或者二踏三四位 我沒有所謂 轉彎拉出去衝 這隻馬 今季我講了 是明顯進步 比上季 不會慢腳 這隻馬出了頭 如果今場是最有機會 說真的 大勝三四的馬位 是這場的 如果今場六十是跟三四位 如果他又跟到最後 沒有話說 都是贏一個馬位 但如果他這場馬 肯跟三四位 是可以贏三四個馬位 不是應該這樣說 贏香港馬三四馬位 不是贏夏威爾 那一個馬位 那樣 日本馬我不懂得說 但是 正正路路 至少要彈得香港馬三四的馬位 如果是一個 跟三四位 前置的跑法 假設何摘耀 都是非常之保守 拉到最後八九位 而這個一個萬步速的話 勁駁七檔 涉音 會怎樣做呢 我覺得可能會好像 上年打給二千 轉彎走 好像幸運 幸運掌聲 幸福掌聲 這樣去偷這場馬 那所以 我不知今場六十會怎麼跑 跟三四位 我覺得可以贏三四個馬位 如果跟得非常之後而 又是一個萬步速的話 勁駁走了 那不是說勁駁他贏 那你說勁駁有十五倍 那我就買一百元的馬步 對嗎 那今場六十會 就是大口點馬步 但是勁駁 無論是正常步速 或者是慢步速 我覺得 進來的機會都是很高的 所以加上這隻馬做第二隻 勁鎊 所以今次的推介 第二場 伊貝 第七場勁駁 勁鎊 勁鎊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和以上分析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都可以告訴我讚 和讚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影片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在這段影片下留言 大家可以在這段影片下方 都可以非常高興 大家可以知道 我現在另一個渠道 在發放了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斯 十分鐘前都會說 熱而不問 晚月的集前六飛 場地很小 旅行年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集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netchain談財碼 來到我的字眼post 或者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於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大家看看 或者簡單點 按這個月 netchain談財碼 繼續看股市群組 進去之後 你會知道怎樣去聯絡我 去拿一些臨場分析的訊息 到最後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in談財碼 按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s 你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小鈴鐺 大約 小鈴鐺 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